不过他也不直接揭穿她 笑眯眯地道 哎呀 看来呀 我家念宝还是心疼我跟他爷爷 毕竟啊 咱们才是亲的 金老爷子正得意呢 没听到意料之中的回答 诧异地扭头问高丽红 啥意思呀 高丽红捂着嘴笑了一声 乐呵呵地道 我也说了 我们家念念呢 还不太确定 肯定吧回头不是 我们老两口伤心难过 你就不一样了 不是亲爷爷 也没啥感情 可以随便说 金老爷子越听越不对劲 咋的 咋就跟他没感情了 那也是他孙媳妇啊 跟孙子一样亲 不 比孙子还亲 毕竟孙子不会做好吃的 老太婆 你这话 嗯 你叫我什么 老太太 闲腻了他一眼 金老爷子 吓得缩了下脖子 善善地说道 老伙计 谁是你老伙计啊 反正 娘娘跟我说 没跟你们说 就是跟我更亲一点 呸 我家念宝 就是怕我们失望 不怕你失望 所以随便说 你咋失望都没事 不在乎你的身体 也不在乎你的心情 可以随便刺激 回头啊 就算不是双胞胎 也没关系 所以才告诉你 你 哼 才不是 念丫头 也没让告诉我 就是怕我失望 她只跟南希说了 是南希说漏嘴 我才知道的 所以念丫头 也是在乎我这个爷爷的 说完 她还重重地 用鼻孔哼了一声 以此表示她的气氛 哼完之后 发现对面没动静了 老爷子掀开眼睛 正好看见许问天 和高丽红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高丽红黑黑一笑 哼 这下招了吧 静老爷子顿时 糟糕 好像有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啊 她好像 是过来炫耀来着 好像不仅被反炫耀 还被人接牢底了 静老爷子表示 有些难受 她还想再继续挣扎一番 嘴唇蠕动了一下 念丫头生出来的孩子 得姓静 可算找到场子了 静老爷子又骄傲了一把 结果呢 老太太拦了一句 不是说怀的双胎吗 那感情好啊 回头一个跟着姓许 静老爷子仗红了脸 距离力争 那不行 那是我静家的种 反正 没我们许家的人 也生不出来 生出来 也不是原装俩玩 然而 原本现在最重要的 是许念念 怀了双胞胎 老爷子和高丽红 争了半天 争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 还热火朝天地商量起来 孩子 叫什么名字去了 许问天在一旁看着 十分不爽 把自家媳妇拉过来 来来来 少跟他说话 他这人人品不好 诶 我咋就人品不好了 你说坏话的时候啊 要不要背着我好一点啊 许问天逆了他一眼道 也可以 然后把老太太拉着 牵住往家里走 一边走 一边重复 以后少理他 他人品不好 其实 许问天就是吃醋了 高丽红喜欢跟人嘴账 偏偏他是个话少的 所以每次看见他 和静老爷子斗嘴 许问天 都是醋意满满 静老爷子 简直没眼睛看 捂着脸说 哎呦 辣眼睛哦 得知许念念 怀的是双胞胎 老太太回屋 就让家里的佣人 去买了乳鸽回来 和许问天一起 两个老人亲自 为自家孙女 包营养汤 等三个老人 来到静家 得知许念念 发了高烧 现在还在休息 老太太顿时心疼坏了 张口闭口 我的宝啊 许问天也担心 问了静南希好些问题 静南希说没事了 许问天 这才放下心来 许念念中午喝了一些粥 精神还有些不济 又回屋睡觉了 这一睡 又睡了个死沉 外面什么动静 都听不见 许问天和老太太 以及静老爷子 中途去房间里 看望了许念念 没敢吵到她 老太太看见 许念念脸色煞白 嘴唇干裂 心疼坏了 她家宝贝疙瘩 咋就突然发高烧了 听静南希说 要不是她上来 叫她起床吃饭 都发现不了 老太太就更心疼了